透过热点分享观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德传媒,我是Gary 那很久没做关于台湾的节目了,今天呢咱们聊聊台湾 因为最近这共谍又层出不穷了 那如果不能引起相关部门或者是台湾民众的重视 那未来啊恐怕是要引起一个严重的后果 那首先呢咱们先讲一个笑话 那我在当兵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战友经常会讲这样一个笑话 说是一个叛徒的自白 说一个人被抓了,最后成为了叛徒 他在临死之前呢,就写下了这个他的自白 第一天,敌人用金钱收买我,我没有招 第二天,敌人用严刑拷打我,我也没有招,这很英雄啊 第三天,敌人用美色诱惑我,我招了,我都招了 第四天,我还想招,敌人把我给毙了 说的这个挺有意思,但是呢,他反映了一个人性 就是说,面对这个敌人的文攻武吓,或者是收买 那各种手段,作为一个人,你有没有足够的这个抵抗力 现在台湾呢,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据中央社的报道啊,检调查到说 前台联党立委罗志明,前海军少将夏富祥 两人替中共在台湾发展组织,并吸收了许多推降领 招待前往中国旅游,这就没戏了,基本去了中国 肯定会被收买,这个想都不用想 那回台后,进行大外宣,二人到案后 当然试口否认了,那目前呢,被以20万 15万交保,那对于这种这个犯罪行为啊 我把它称之为犯罪行为,因为是卖国啊 这是出卖台湾出卖国家的罪行啊 还能以这个这么低的价格去交保 然后又可以逍遥法外,至少可以逍遥法外一段时间 这个法律还不够严格啊 那面对这种行为呢,一定要严刑郡法 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 有人说啊,你这不民主啊,你这个人就没有自由了 我想强调的是,极端的民主 有一天你就会失去民主 极端的自由,那就是放纵 有一天会让你彻底的失去自由 凡事呢,都不能走极端 过犹不及,物极必反 这个过去我们节目中都强调太多次了 自由呢,应该是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下 所这个,所说的自由 接下来啊,咱们就说一说 中共收买共谍的几个手段吧 首先,邀请你去大陆旅游 你到了大陆,他不会跟你讲什么民族大义啊 什么国家情怀啊,这些事情 首先跟你交朋友,跟你称兄道弟 满足你各种要求,满足你各种欲望 你会觉得啊,那这个朋友交得好啊 他这个手眼通天啊,他能满足你各种各样的 你的各种小愿望吧 交这样一个朋友,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渐渐的你就上了他的圈套了 刚开始呢,他可能会求你帮一个小忙 然后让你回岛内啊 比如再找一些朋友啊 或者是说,帮他做一些这个小事情吧 基本上呢,是不影响大局的 就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影响 那渐渐呢,由小事到大事 那再到花钱办事 那一旦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 你跟他讲了 那除非这个时候,你没有把柄在他手上 那一旦说你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上 未来啊,就是个无底的深渊 什么把柄呢 那比如说,他用金钱收买你啊 你没有招 OK,那么他会继续跟你做朋友 哎呀,我们这些不高兴的事不要说了 我们还是朋友嘛 然后呢,就找个美女来 整天陪着你,陪你去吃饭 对你没有要求 你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趁你不注意,那给你拍下小电影 包括你跟你的这位所有的朋友啊 道上兄弟 你们的交往过程都会被拍下来 一旦这些资讯传到台湾 那么等待你的就是坐牢 就是牢犯 可是啊,你不想坐牢啊 那就得听他们的摆布了 他要你做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 那一旦事情发展到这个局面呢 那就不受你的控制了 那我个人呢,是从中共国长大的 在那生活了差不多30年 在军队呢,也待了差不多5年吧 对于中共国是非常的了解了 那我不希望这个其他海外自由的华人 过中国人一样的生活 看看这三年中国都遭遇了什么 就像被关在监狱里一样 被折磨了三年 网络上呢,我们看到了各种失去亲人的痛苦 连去火葬场都要排队 那连高官啊,都只能获得一个纸棺材 一旦有一天中共把台湾彻底给渗透了 都不用打 那台湾就会过上中国一样的生活 就算啊,他没有这个完全渗透 我们可以也可以看到 目前香港人所过的生活 那之前自由的香港 东方明珠,东方之珠 现在呢,是什么呢? 死港一个了 要怎么样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呢? 首先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共的手段 以及中共对台湾的渗透 已经是惨不忍睹了 现在呢,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那可能有一天呢 千里之地就会溃于以穴 所以说一定要从制度上 从立法上彻底给他根除 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大陆 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的 那作为军队的常驻人员吧 就是说有些军队干部他退休了 但是还在军队当中 比如说就在干修所啊 这类人员是不可以出国的 连国都不可以出 当然台湾不能做到这种程度了 那有些这个军官呢 重要部门的他是不可以出国的 一些警察,一些重要部门的 也是不可以出国 不给你发护照的 就达到这种程度 所以中共非常了解 非常害怕别人渗透到他的内部 因为中共就是搞渗透战的祖宗 所以他非常了解这个他对手的各种手段 当然自由民主的国家 不能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 可是呢 对于重要部门或者是退役军官 或者是一些情资部门的这些人 他退役或者是他离职 十年之内不能踏足中共国大陆 这个要求啊 应该是不过分的 但是呢 现在不知道台湾有没有现在相关的规定 如果没有呢 就呼吁你的立法议员 抓紧时间制定这样的立法 从根本上就杜绝未来共谍在台湾的活动 加大力度 让引起更多的共识 那这样呢 才能保证台湾的安全 有一些亲共的或者大中华情节的这类朋友呢 可能不了解中共的邪恶 那我是亲身体验了三十年呢 从小就洗脑 过去在疫情之前呢 我们也看到了 那大陆人有钱之后 到处大撒币 出来之后呢 也没有素质 各种这个奇葩的现象层出不穷 这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从小的没有人性的教育 正因为在中共的这种狼性的教育下 我们才看到 这个从中共国出来的 这些所谓游客也好啊 移民也好啊 他们的各种是丑态百出啊 说话大声喧哗 没有礼貌 到处这个给人制造麻烦 所以说 如果你不想你的下一代 你的未来 你的子孙成为像中共国那样的 没有素质的人 那样让人唾弃的人 那么您就要把这些事情告诉给您的议员 让他们从立法的层面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共产主义这种邪教思想 也要从根本上给他杜绝 一旦发现有人宣扬共产主义 那么立刻就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 不能给共产主义这个思想 这种邪教的东西 有任何生根发芽的机会 那好吧 今天没准备稿子 就是想跟朋友们聊聊天 尤其是台湾的朋友 很久都没有做相关的内容了 那过去呢 可能台湾朋友也有一些人 对我有些误会 那希望呢 我今天的节目 能让人能让您了解到 我对台湾的态度 那么以及我对中共国的态度 我永远不想看到 台湾成为下一个中共国 感谢各位朋友的点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